欢迎大家收看北美投资的每日头条新闻 今天是2020年7月1日 以下是新闻内容 加拿大股市今年不会二次探底的三大理由 2020年即将过半 相较三月份的低点 加拿大股市已经走出了连续反弹的行情 股市与经济的脱节 让很多投资者得出一个看似非常明显的结论 加拿大股市已经被高估 2020年下半年会有二次探底 不过空头们的这一判断 是大错特错 理由如下 股市不是经济的晴雨表 而是天气预报 尽管近期经济数据仍然非常惨淡 但投资者已经提前消化了这些利空 转而将目光投向了中期的前景 市场认为 未来几个月新冠疫情影响将减弱 但仍是一个威胁 股市涨不涨 关键要看数据是否超预期 目前的情况是 市场的预期仍然非常的低 因此只要趋势是下好的 实际的数据不断改善 股市上涨的趋势就不会被打破 这听上去太过简单 但事实就是如此 市场上便宜的股票还有很多 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 加拿大股市在2020年下半年 不会再次大跌 相反 经济将继续复苏 同时 随着投资者的看多情绪 越来越浓厚 会有更多的人 买入加拿大便宜的股票 新闻播报完毕 如果您喜欢视频内容 请订阅 您也可以登陆网站 nai500.com 获取更多新闻信息 专家评论和投资机会 明天